校園內發生灰刀傷人案 新北某高中副社國中部 三年級男學生遭彈簧刀灰砍 頸部胸部 緊急裝葉克膜才恢復呼吸心跳 但經過兩天搶救 還是宣告不治 我們經過證實 學生已經在昨天晚上辭職 對於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的遺憾跟痛心 校方及教育局都證實 這個不幸消息 後續將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並且配合司法機關調查 學校將權力協助家長 辦理三藏後事的協助 並持續關閥撫慰家屬 以及提供相關的法律資訊 檢方27號會同法醫相驗 初步結果出爐 被害者身中石刀 檢方也決定將動手男學生罪名 從殺人未遂提升至殺人罪 網路上也有自稱是受害學生的家人 在社群留言表示 遺憾的事情發生了 比起職務人還算是能接受的結局 他生前是一位正義感爆棚的人 但也因為過於正義 導致他喪失性命 對於我們家屬是無比傷痛 最後更表示 希望我家人的死 可以換來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 字句中道出身為家長 對校園安全的滿滿無奈 三立新聞李文盛參加